你看,郭东东你打开之后 你看,其实有一个跟我们一直在郭东东没跟各位讲到的 这是在这边,你看 这里,你找到它的百宝箱 其实它有一个图库 你找到一个要跟叫做3D有关的 图库里面有一个3D 相片 不是东话,不是东话 资料库,抱歉,应该是资料库里面 有一个叫做路径里面,有没有3D 这个以前我们一直没有跟各位提 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他这个不是影像质疑软体吗? 怎么可以做3D的? 有没有 你看,我们把圣诞亚公公借用一下 好小,没有关系 这个,你只要看到它是属于路径 路径,这种东西我们就是属于向量的 向量的 那向量的呢,就可以看到 上大说小不失真 所以你看,像圣诞亚公公,我们还可以再见他一面 你看我半很大的位 你可以看一下,它并不会时针 好,我这张开好大 摆太大了,等它快小一点,这样跑比较久 有没有发现,它有没有变得很模糊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呢 有没有 所以这个真的是向量的 这个我先把它关掉一下 开小张一点 跟我们标准的一样,9060 各位,你的解析度 如果你在萤幕上是72或者96就可以了 好,那你看呢,其他都一样 那这里面呢 三滴的,你可以这样去组合起来 那它有的,比较会比较三滴融合 那什么叫三滴融合 你看有恐龙,对不对 那这里有海豚 还有其他的,哦,雪人也有 好,我们拿海豚来玩看看 好,一样的把它放大一点 其实以前 这个是在说那这个吃就有的功能 那甚至以前有一本书 专门就讲 说那这个3D的部分哦 那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你看那这个海豚 呃,来 这个显示比例不对 我把它变成百分百 好,这里我先收起来 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东西 有没有,像这样 那事实上它也是有浮沉的哦 你看它是一个群组,对不对 它是一个群组 我们把它解放开来 你按右键,有没有取下群组 有没有一堆 真的哦 那么,你看这里哪里会不一样 对我们一般图层有一个东西会不一样 就像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Z 我们平常水平的就是S角跟Y角嘛 那你叫Z角就会有什么,有高度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你看我们平常的照片如果我这样一打开 我随便加一个技能 假设这个叫一般的 一般的物件 好,这是一般的物件 那你可以看哦 这一样是群组,我把它取消群组 可是你来看一下我们的图层 有没有发现这东西是打XX的 有发现吗 跟刚刚其实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是插在哪里呢 插在这边 好,你看我们回到这边了 你看这里 这里其实有一个工具 有没有一个叫3D融合工具 所以它就是用了这个工具 那你看哦 假设我需要这个旗好了 这个旗,你看点到它 有没有发现这个勾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高度 有没有 你如果说呢,提上来一点点 有没有,上来一点点 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人平常如果是图层 我读到你上面,就在上面嘛 对不对 那如果放在你的下面,就被它挡住了 那就是一三两挡人的 可是呢 它利用这个3D融合,你就会很清楚发现说 哦,原来 其实我可以在里面去调整什么 它的高度 你看 这样有没有,再说进去一点 了解了哦 所以其实呢 这些都是3D的 那眼睛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眼睛 点亮它,有没有 它它是有异久的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去调整 这个可能不然就比较大力了 哦,眼睛 眯眼 有没有 这样能比较可爱一点 眼淡太深 哈哈 所以其实你看这边也是一样 事实上呢,你要把它变占低的 可以 你看我点到它之后 有没有发现好像在占低融合的东西 把它打个勾 有没有 那我把后面这一台主机 那一样,这个点次的比例 我把它变百分百 好 你看这里哦 好 这台主机 我也把它变3D融合 好,现在你就可以看看 如果像荧幕呢 躲后面一点点 有没有融到后面去 对不对 它还可以融一半 有发现了吗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特别的 那你们要怎么做 如果说你想要这样做它 你可以先用这个 路径货图工具 或者你去找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百宝箱里面 有一些形象 你可以找看看 比如说 这个好了 我就拿一个来用 好 丢出来 那你只要一上量的就可以 我把它变成3D融合 打个勾 有没有 这样就有3D融合了 那么怎么样才有它的高度 我们可以到这边来 你找到你喜欢的形状 或者你自己画一个形状之后 到图库这边 你还可以套用物料 你看这里 物料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胶体 对不对 胶体 看起来有没有像立体的 对不对 胶体 你看它把它丢出来 有没有 还有 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一下 你可以来这边 路径编辑 它事实上 你看 在这里 它本身 它本身实际上就有一个材质 它本身实际上就有一个材质 材质打去哪里了 来 等一下 找到胶体 胶体 你看 这个 你可以修改内容再靠用 它里面你看 这里面 有它的凹凸面 有它的凹凸面 还有这个 你都可以调整 你可以丢进来之后再做也可以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这个 三滴融合 它有一个 诶 不见了 在这里 这个是有立体的 这里 有没有 它这里有一个在斜角 好 斜角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度 如果你不像那么深 你看 我现在在调有没有发现这里不一样 这样有没有比较平一点 好 这样你看得比较清楚 那你调多一点 也胖胖胖 好 所以其实你可以 假设这个材质你喜欢 可是我不想那么突 你就按右键修改内容再套用 改完了之后呢 它就套进来 来 所以你看我把它的这个 斜角 我把它的深度稍微降低一点 好 确定 那你套进来 有没有发现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是比较 要捧 好 那在这边 相信这比较不会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它里面3D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 你也可以拿来玩看看 事实上这个可以做蛮多东西 你从这边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真正你要做 像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 真的还蛮容易的 好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了 所以 我们今天还是有介绍一个新的东西给大家参考看看 它会用到你自己的这个电子书的内页里面 那如果说你的电子书呢 内页 内页可以把你们照片 就一样再做一些整合 把它放进去